二战时期,族军涌现出一批耀眼的军事将领,他们是在与纳粹的军生死较量中,魔力承扎起来的,为苏联为国战争的胜利,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 比较熟悉的有诸葛夫,柯涅夫,华西列夫斯基等等,而同一时期,有个与诸葛夫资历相当的苏军将领,赵叶亮缅克,因此大好强的性格,让战兵之初的苏军总是惨重,使得德军完成了战争史上最大的双连环和为战,直至兵临莫斯克城下。 说起叶亮缅克大家可能比较陌生,他出生于1892年,比诸葛夫大四岁。 叶亮缅克也是从一名士兵成长起来的指挥员,参加过宜扎和苏俄国内战争,历任骑兵团长、军长和集团军司令。 叶亮缅克的性格特点是绝强自信,永远不会被失败打倒。 1941年6月,德军入侵苏联时,担任西方面军副司令,8月改任布梁斯克方面军司令。 苏军统帅不给的任务是,阻止戒命蓝县德军集团,保护莫斯科接近地的安全,为莫斯科会战营的时间。 此时550万德军吃库拉朽班的,在苏联大地上挺进着,明斯克战役苏军刚来围尖50万,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细势,胸胸向基辅夫来,打头战士是古德里安的第五坦克装甲集团军。 古德里安是闪电战的鼻祖,任何人无法情绪的对手。 朱可夫等苏军将领分析战局认为,基辅很快就会沦陷,根本守不住。 而斯大林却不愿意放弃基辅,他将目光放到了却不同意见的叶廖联科。 身上,问他的不良刺客方面军能不能阻挡朱古德里安,以保证西南方面军侧翼的安全。 叶廖联科自信满满地说,我不再能阻挡朱古德里安,还能暴揍这个流氓。 叶廖联科的自信,无疑影响到了斯大林,让他承担重任。 基辅会战打响后,叶廖联科统领的不良刺客方面军,向古德里安的坦克军团搭起了反击。 然而,战线仅仅向前推进了十公里就巴然而止,给古德里安捞得下洋洋,随后被击溃。 古德里安的装甲集团军,挺进的侧后,将其整个西南方面军包抄起来, 造成基辅会战失败。 苏军被俘65万,钻兵折将70多万,多名高级指挥员要么战死要么被俘。 这还不算完,德军接连突破苏军防线,反而把叶廖联科的方面军再合围了。 叶廖联科终将此时也不自信了,选择弃城而逃。 10月6日,德军攻占布梁斯科,中路德军独取奥廖了后被亚迹马。 此战德军俘虏苏军58万,苏军损失70多万兵力。 至此,苏军在基辅和布梁斯科会战,中共损失了150多万兵力。 打了败战的叶廖联科,又经历了什么? 在布梁斯科被围后,一两年颗图位中身负重伤,后派飞机接出来。 谁是飞机右中途事实,栽倒在一个村子旁边,后来才被发现送往了医院。 也许是经历太惨了,斯大林没有追究他打败战的责任,还亲自去看望了他,但是没有给他什么职务了。 1942年,斯大林格勒会战打响后,面对有人说守不住这座城市时, 斯大林想起了永远自信的叶廖联科,让他担任了斯大林格勒封面的司令。 前期还是抵挡了德军的狂轰烂战,到了后期法级德军第六级团军时, 斯大林对叶廖联科加去庞大而复杂的战局的能力,已经不抱期望了,于是,空降朱克夫来指挥。 总的来说,叶廖联科自信大于能力,斯大林生前一直没有升为元帅, 后来在战斗中结尾有意的赫鲁晓夫上台后,才疯了元帅,也算是功成名就了。 时代一切业之后,电力卫物的时候也 baik说, 9个实力行为了朝习近平和II后代是在 Cookie linear上垂直的ng词段下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